寡王容嬷嬷2021又是单身的一年 祝大家单身快乐 今天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如果你的老公出轨 你会原谅吗 如果是我 但是选择原谅他 那些发现老公出轨就急哄哄 摊牌的女人真的太傻了 我是一个绝对的出轨零容忍党 只要发现出轨行为 你站着就马上想起 但是在我看了一百部 讲夫妻关系的电视剧后 我选择了原谅 注意我说的这个夫妻关系呢 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不是谈恋爱那种 其实伴侣出轨呢 就是你现在摸到的牌 但是这个牌是单张 一旦你名牌了以后 对方就会根据你的牌面来出 就像斗地主 你看那些名牌玩的 他手里不捏着炸弹 他敢吗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特别是当一方摊牌后 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家庭关系和信任无法修复的 当出轨的一方发现 没有任何的利益损失 一次出轨后 没有什么代价 或者代价很小 那就会开始破罐子破摔 会疯狂的开始寻求刺激 根本停不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副牌面 如果出轨方 手握金鸡牌这个炸弹的时候 如果你的手里没有对应的炸弹 那里横数都是输的 就像某把总裁夫人 老公出轨是他摸到了单张 摸到账牌的时候 他没有直接出 而是公开后 网友才扒到了 就是小三疯狂挑衅的很多证据 才发现总裁早出轨了 出轨加公开的组合牌 是他目前手里最大的牌 到后面发现实在赢不了 那就自爆 那我也要把这个牌出了 渣男和小三呢 有时候敢这么蹦打 就是因为有恃无恐 其实有时候去公司闹啊 在朋友圈公开啊 这种对公众人物来说 是还能有点威胁的 但是对于普通来说啊 这根本没用 所以婚姻是什么 就婚姻一开始 是一个摸牌的游戏 就各自呢 给各自摸牌 主牌 然后支付牌里面有 财富地位 父母小孩感情 等等等等 当你摸到出轨牌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打牌的游戏 如果你有王诈啊 掌握绝对的名牌优势 那你随时是可以摸牌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就给我 有人会说啊 你个母胎搜了 懂什么呢 其实我比谁都更加明白 出轨给人带来的痛苦 我爸出轨以后 我妈不离婚 那个时候知道 我要死要活 逼他们硬离 但是怎么都不离 因此我不仅恨我爸 而且还恨我妈 让我这么痛苦 果断离婚不行吗 于是我经历了十几年 这种悲情的家庭生活 直到我和我弟都长大了 他们才离婚 现在我才明白 我妈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痛苦 她也想离婚的 但是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经纪牌没有在她手里 我外公外婆去世的比较早 娘家并不能给她多强的助力 以及那个时候 我和弟都还小 这些就导致了 我妈妈才面对丈夫的出轨 然后出人 有选择 看到了吗 就所有的出轨案例里面 最大的牌 几乎都是经济牌 对于一个出轨的人来说 小孩啊 双方父母感情 这些道德和情感牌呢 对他们来说没用 只有经济制裁是最有效的 如果出轨将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他们绝对不敢轻易出轨 有些法律体系呢 会让过错方离婚的时候脱层皮 甚至是破产 所以他们才不敢轻易地去结婚离婚 如果不能制裁渣男 一旦摊牌还会让对方骑驴下坡 提离婚之后和小三开展快乐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把出轨牌捏紧 捏到自己经济上有主动权的时候才能打出来 还有女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犯什么错呢 就是感情用事 还会念着旧情说什么 毕竟深爱过 好家伙 对方都出轨了好吗 想爱不爱的 亲了想吐 你这感情的筷子手还谈什么爱啊 这些人的情爱于时光 终究是错付了好吗 要是没有制裁渣男的王诈呢 就给我憋着 没有什么好聚好散 我要的无非就是渣男必死 那我是看了哪些电视剧 转变了观念选择原谅的呢 也给过年巨荒的姐妹们做一个推荐 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啊 偷国人真不要脸 我现在就看到韩国两字就豁大 国产剧为什么不搞快点呢 就多拍点反映现实有深度的剧不好吗 不过现在的韩剧都是那种高开低走烂尾多 建议大家看个开头白嫖经验就好 但夫妻的世界就是一部高开低走的烂剧 最后原配诉求的方式 就是从小三手里抢回老公 虽然没有和老公复合 但是满怀愧疚 靠这里我真直接好家伙 你老公出闻你愧疚个什么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反面教材 而且只要这个人有钱 那他犯错成本就很低 像那个小陈他就是一个白富美 等风波平静之后呢 他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还有小狼狗追求他 除了这个结局非常现实以外 别的都很鬼扯 还有一部剧是出轨的话就死定了 里面的女主是女版的福尔摩斯 然后呢 她是一个老公出轨 不会离婚 会选择当寡妇的很角色 但是这个看似24校的老公 其实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这部电视剧里学音之类的元素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会发现 一个男人是如何现缝插针地出轨 并且他是如何在福尔摩斯的眼皮底下 销毁出轨的证据的 还有一部再播的剧是结婚作词 离婚作曲 讲的是三十四十五十岁 有很多看似美满的婚姻生活 其实都暗藏了危机 不管你做得再好都没有用的 像好妻子好妈妈好儿媳 这些呢 并不能阻止男人出轨 外面的屎再臭都是这样的 说了这么多男性出轨的剧 我们来说说女性的 比如像迷雾 其实已经不在于出不出轨了 是在于持真心也太帅吧 你没这样的男的爱过 就算他出轨啊 我也选择绿色 这部剧改变了我对婚姻的一些看法 那是结婚一定要有爱 没有爱情的婚姻 不如不要了 当然啊 如果是那种啊 结婚可以给我几千万的那种除外 还有一部剧呢 没错也是偷国的剧 恨我国歌产电视机不争气啊 密会这部剧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如果让我遇到这么荷尔蒙爆棚 在思想上还能如此契合的 小心热流亚人 我能把十猪猫 当然当然是不能啊 有句话说的很对 没有拆不散的夫妻 只有不努力的小三 所以永远不要去考验你的伴侣 并且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 因为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 有一部美化出轨的剧叫咒言 相信很多姐妹都看过 里面最重要一条就是 男人不要想着让女人当家庭主妇 女人也绝对不要做家庭主妇 日本主妇的出轨率达46%叫夸张 那日本男性90%出轨 怎么没有人说夸张 就你做了初一 能要做食物没有毛病吧 但是往往男性出轨 女性都选择原谅 女性出轨男人都要离婚 我看港剧是蛮多的 就算是有些老港剧 它里面的思想真的非常超前 而且句句大实话 《华丽转世》里面有一句话 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并且得作为和一性相处的第一准则 那就是谋情 情者来台湾啊 丢个人都谋啊 《唐星风暴3》里面 黄宗泽演的那个角色 真的太好笑 太经典了 他那么帅又那么有钱 怎么可能不扎呢 那他什么时候专心搞事业呢 就是他发现自己步行的时候 他还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 就是中文吧 古代那些太监 为什么那么喜欢弄拳啊 因为当男人步行的时候 出了权力 没有什么别的需要 为什么古代那些太监 就喜欢搬弄拳 是就拨弄这个朝墙的风雨呢 幻观乱症 就是因为人没有了 那个什么 心里就会变态 他在里面什么时候变好的呢 就是他发现这个病呢 有药可以医的时候 马上世界大和谐 喝男人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致命女人里面 出轨家暴男的结局 不是死了 那就是铁窗类 女人呢 要开开心心呢 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 至于原谅呢 那是上帝的事情 而我只负责送你去见上帝 我觉得虽然自己母胎solo 但是看了这么多电视剧之后 对于夫妻关系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了 而且有很多对于出轨的思考 大家看剧的时候 一定不要只调男人出轨的剧来看 也要看看女人出轨的剧 将会更有利于大家去了解婚姻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感谢观看